我吃完饭到这一边 这家新开的中午店 说是有1000平方米 地址是维坊西路116号 然后是店主请我过来探店的 我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的地址 我刚吃的那家新荣记蛮紧的 走过来大概10分钟左右 这家店我仔细逛了一圈 它楼上楼下号圈 加起来有1000个平方 逛起来蛮舒服的 然后进门这边放的都是爱马仕 据说住在四号冰江那些富婆 我们很喜欢晚上吃完饭 过来消食逛一逛 好东西还蛮多的 但是爱马仕的中古款不是很多 现在款比较多 他们也可以有找货服务的 看这一只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一个中古款 好像是一个box皮拼帆布的 蛮特别 它有一点像那种 砖色橙色的感觉 这个我第一次看到 然后他们上面挂的价格 其实有些没有标价 有些价格也不一定是 它当下卖的价格 因为中古价格一直会浮动的 所以你有看上价格 还需要问一下店员比较好 这里菜篮子还蛮多的 看看啊 这边是 这个好像是像墨水兰那个蓝色菜篮子 看一下这一家店的装修 我也蛮喜欢的 跟三十拉里的那一家取景地的中古店有一瓶装的网绰 这边一些都不是很新的包的话 有些是可以直接试 如果是新包 他们可能会要求你戴手套 是的 哦 这只已经被预定了 黑色银扣的EPS 这边就是一些比较热门的这种金刚色 平时比较难买到他们就是拿来放着衬衬门面 楼上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爱马仕 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 然后走进来这边会有一点点丝巾啊 我不是很有兴趣就略过吧 然后这里也是几个不算很特别的包 这个是Fran Gamow的 然后是有一点点的流浪包 说流浪包最火的还是这个颜色和黑金 就真的是卖的比较好 可能我这种比较喜欢稀有款的人 没有那么多 然后是一些LV的款 这个是前两季的一个男款的 是牛仔蓝色这只还蛮好看的 但是带子蛮长的 一定要自己背过才行 蓝天白云系列也有 但这个盒子很大哦 看一下哦 这个盒子非常大 这个是刺绣透明款的盒子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 这个Nego系列的也有 这种盒子我是劝大家不要买 要买肯定跑到中午店来买比较合算 原价真的不值得 然后两只牛仔橙色不太行 这只比较旧 这个还行 这个就中间一般行 然后芭比龙不是很多 一只 它基本上现代的一些款 倒是比较多的 对吧 小书包那边也有 盒子和圆饼也有 其实我觉得这只 我倒是第一次看见食物 它比我想象中要好看一点 不知道价钱多长 那写是写三万七千五 但刚刚有一些包 我看它标的挺高的 其实问它没有那么高 因为有一只我朋友有点兴趣包 所以我刚刚是有的包 问过价钱的 然后这边是写迪奥的 我其实刚刚有跟店主聊 他们说Dior的Lady会卖得很好 因为专柜的话可能三四万 但是如果跑到二手店来买一般 就是两万出头就可以有了 但是我们没有问具体尺寸 因为我个人觉得Dior Lady的一些 普通款会比较无聊一点 但是很多出入包坑的人 觉得还是拥有一只 经典款会比较值得的话 是可以考虑来二手店买这种 经典款会便宜一点 那这边是一些Gucci的包 这一支是大的Duma 大的Duma好像两万八吧 也还行 那什么 两个B的 这也有B的包啊 对 来吧 对的 蛮可爱的 这是黑色的而已 对啊 但是这个水泡我跟你说 怎么用都不会用旧的 对吧 但是它还黑黑的 我给它所有的铺鼻了 不是黑的就好了 这是蛮酷的 对的 很特别的 这个蛮好的 这个LV对面呢 有一些Chanel的包 会按颜色放一下 粉色的什么 诶 这粉的化妆箱好新哦 女子酱 它写一万五哦 诶 这好像就是前两支 但是我觉得这一支 白色会更好看 诶 可是罗姓的贵 嗯 可是女子酱最好看 对啊 然后原厅 女子酱最好看 这个是之前 我有说过那个Hobo包 最值得买的是这个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粉的 我觉得没有黑白的好看 因为这是羊皮的大迷你吗 好像是的 一个粉色的 然后Trendy CC 我觉得Trendy CC来 二手店买 会比店里买划算 因为Trendy CC不太佳佳的 这边是一些首饰 还有一些 诶 这个也蛮特别的 这刚刚没去 诶 下面是那种毛针的材质 上面是牛皮的 哦 这支珊瑚粉色的 还蛮新的 哇 这个是跟莫奈的包 小粽子包 两万六 两万六一点贵了 诶 这支小的莫奈 蛮可爱的 诶 这个帮你前面拎的那个 要比一死的样子就是 对啊 这种还蛮可爱的手拎 比如说 只剩年 所以 但还要做 你就心动了 对啊 那这个粉的太小公主了 那已经我来洗了 哦 这边 那根本就拎好了呀 哦 对对 啊 拎这个 大家拎全你一句话 可以试试我 不了 这边一些耳术 我刚刚没怎么仔细看 这个熊好旧哦 这东西要比较小的 嗯 楼特别 我还在这趟苦头 我还在这一块 哎呦 还有这一块 这块我前面没关 诶 这什么 嗯 哦 楼错了的啊 嗯 诶 这这上面怎么变得很苦的啊 像个大号手机包一样的 哎 之前帮Gucci的手机包差很多 哦 这一块 这一块 Gucci的手机包最安的 对啊 赌修咱们错了的啊 因为这个楼特别 觉得太久了 太久了 嗯 嗯 嗯 这个是 Gucci的手机包 应该 想小网友别 不 且让你妈妈 弄得起码 不 呵呵呵 那有两个就是很贬值的东西 我没背过 我只背过一两次 就一直穿在那边 SPEDI的吧 SPEDI跟水 水桶 但那个水桶不是好看的 水桶是那个很大的 又爱又胖的 还清楚啊 把菜类负卖掉了 他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真的不会再背的就卖了吧 因为我两个把我之前问过的 我两个卖掉才四五千 绿色的狗羽啊 那你就卖了吧 反正都不会背 两个四五千 我还不给买菜 哦 两个啊 对 不是一个 那就买菜 一度我果断卖了 但是两个加菜才四五千 哦 哎 我刚刚觉得这个连衣裙 哎呦 女儿再大一点给她穿了 好多 哎 这一件Gucci 像不像琳娜贝尔的外套 一模一样的那个粗啊 你的格子 你再戴个帽子就真的 哦 千鸟格格 哦 对对 再戴个贝尔的帽子 哦 这一边呢 就是一些专柜新款呢 是有一些会比较难买的款 就比如说这个黑的小金球 我刚背过了 我觉得上升其实还不错 然后就是我第一次背这个 小肺包上升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其实 就是买不到牛仔的 然后给你看一下 后面我缩了像这么长一段 所以大家都跟我说 小肺包带子短短的 我不知道 我就喜欢短短了 可能我真的就是喜欢背的高高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就真的蛮费的 然后这家店店主 就为了这些小包 他特地去换了个三星折叠手机 真爱了 这个是那个耳机包的上升 这种东西啊 我当时虽然说很不实用 但是看见食物 我觉得还是蛮香的 不过贵还是蛮贵的 我应该不会买 而且我自己的是AirPods 我不是Pro 这个白色装的是Pro 好看是蛮好看的 这种有钱的小姐姐当个装饰杯还不错 然后这一只黑白的 不过也还不错 然后它还有这个深长花的 深长花这款呢 觉得白色会更好看 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一只黑色 然后看一下这一边的 也是那样宽 我觉得这只还蛮特别的 那种很酷的女神杯 还挺合适的 还是这一种缝了三层线的灵格 我觉得蛮特别的 这次看见这个 这好像是 哎呀 刚刚跟我说什么 90年代还是80年代的 一只小药包 保存的还不错的 好 这边还有一只蓝色的小盒子 听说这种金球盒子 卖的都很快 可能一般两天货就走掉了 所以可以经常来逛一逛 这个化妆盒我觉得蛮特别 但是很大的 对啊 是蛮特别 我前面也看到的 我前面也看到 我觉得这只很新鲜的 其实 好 就是这一只 好像有点像牛仔布的 可能真的旅行装化妆品用的 虽然我这种杯太大了 因为看一下 跟前面那个Walk比的话 它比那个Walk还要大很多吧 我在任何一个化妆包 都没有它的大盒 都是 我也没有那么大 我们看看下面这些款 可能我看黑的 就没有那么带劲 比大的米黑盒子还大 哦 对的 这个是大厚的米黑盒子啦 好像是 这个大的米黑盒子 这个化妆包 比那个还要大的米黑盒子 太大了 然后这边几个白的 我们说一下白色皮质哦 我们刚刚觉得这个款 其实还不错 还蛮特别 是一个现代款 但是从皮质上来看的话 你看这个鱼子酱的皮 看上去就是 更耐用的一点感觉 但这种比较褶皱的牛皮 没有这个耐磨 就如果非常想买白色包的同学 想要耐用一点 不那么容易脏 还是最推荐这种皮质的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化妆盒 那这个硬硬的圆饼 我第一次看到 那楼上有个醋花泥的圆饼 更好看 等一下带大家上去看看 哦 有个钱包嘛 是大概老婆在的时候的 那个珍珠链的设计了 这里有个 猪花泥的化妆盒 但我觉得这个 猪花泥的花色一般 然后有两个方胖子 这个是漆皮的黑色 这个是羊皮的蓝色 哦 这个钱包 原来还有个白色的 珍珠链 其实珍珠链 倒是可以自己改造的 然后这是 大概就上两季的新款 那个牛津剑桥包一样的感觉 哦 对 这一只包 两万八千八 这只包 我觉得应该会有同学 惦记着的吧 它是一个大迷你的尺寸 我背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是2008年的 德国汉堡系列 也是很难找的款 这个就是我平时一直一直 推荐大家买的 大迷你尺寸 就是尺寸非常合适百大 而且很难装 一个手机 一个充电宝 和一些日常化妆品 都没有问题 但是链条要想办法 自己缩短一点 正常背的话这么长 我自己背要缩掉这么多 这一只大迷你真的很香 不到三万块钱 这么特别的款 但是以我的剪片速度 估计我剪出来 它已经卖掉了 这只包是我今天觉得 如果没有那个水桶系列 我最会冲动想要买下一只 就是这个包了 然后它有丝绒的波尾 但是不是最早一二年的那种 复古做旧银扣的波尾 是一个乌鲸扣的波尾 我觉得太亮了 再加上它是一个中号 就有点大 这里 然后这里也是一些 裙边款 虽然被裙边款也有 那这边牛仔包到不多 就看到这么一只TOTE 但是是我喜欢的那种 蓝牛仔缝的黄线 我们现在上楼看一下 楼上有一些比较有年代的款 还有一些厉害的代码式 上来这边会有一些TOTE一样的包 有一只黑色的保龄裙的包 店主说他还是比较喜欢 我那只牛仔的 这支是SELINE的 剑变色牛仔 但是超大一个这个包 这有二楼的装修 装修的也还不错 二楼比较有复古的情调 这里摊的啥包啊 我有点也不太认识了 那这也是救生圈的包 他们有个黑白的小号 我现在看的救生圈还蛮可爱的 看了好几次了 然后这边有一只 比较复古的红金的圈 很细细 哦对我刚刚说的醋花泥 我觉得这一只小圆饼的醋花泥 会比较好看一点 我觉得这个醋花泥还蛮好看的 后面有点粘毛了 但应该还不是气球 气球油啊 好像有那么一点哦 正面看橙色还可以 其实店主跟我说 真的可以卖过原价的Xeniel 然后就是那些 专柜你根本就买不到的大宝款 可能这种款是不会比原价高的 所以来收一个这种二手的 还是比较划算的 哇这边还有个亮片的 大迷你耶 大迷你耶 你那个仁义饼饼 哦对对对 跟我的仁义饼饼很配的对啊 对对对对 我今天看到什么仁义饼饼 我今天看到什么仁义饼饼 然后说有小姐姐也订了这只 非常粗犷的包 我是厚乎猪的 这种包我不是很建议大家买哦 因为这个最后塑料都会发黄的 但这只还看上去蛮新的 我前面有问店主说 这个包多少钱 他说大概只有三千多 所以当初花原价买来的人 真的是要吐血了 前面还说什么包 对还有这个croy的小猪包 好像这种风刮的特别大的包 我一般不太敢去碰 因为真的过时也会蛮快的 这种Suvier 好像中午点也看到过好多了 都拿出来卖了 还有好多prada prada都放地上了 这里有个白色相机包 但是有点点偏米黄色 奶黄色了 橙色倒是还可以啦 但我觉得再白一点会更好看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长这个颜色 哦 还有一只白的这个 太大了 这个角落是一些不太热门的款 还有两个her bag 这两个颜色很难驾驭的 诶 刚刚有个多少49万的在哪儿啊 奥斯纳在哪儿 四十几啊 49吗 已经预定了 这是全厂最厉害的一个包 雾面全鳄鱼的25黑镜布尔庭 是新的好像 它左上的膜都在 已经被人买走了 49万好像 我只要不到50万 我觉得还行吧 毕竟你不用花力气去配货了 他们爱马仕找货跟Aloha一样 一般只要7天 找不到的话是可以退你钱的 有个白色Roles 但这个是大的 23的 然后来看一个 我平时不是挺嫌弃红色的Burkin吗 但是他们这一支红的很特别的 是一个走白线的 不过这一支呢 并不是别人的马提克 这支包比较特别的点在于 它里面是蓝色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 官方Verso的Burkin 是30的尺寸 然后是方框的匹克 年份比较早的 但是价钱还挺合适的 7万块钱 这个颜色也蛮特别的 就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是不走白线的包 差不多也是砖红色的感觉 看上去是不是就特别普通 但是一旦走了白线 诶 我觉得就好看起来了 虽然我不太适合红色 但这个确实是我见过 除了雾面box皮以外 最好看的红色Burkin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Louis的菜篮子 我们这边Dior的Toto 我看到也蛮多的 好像楼下也有 有一支拼色的2424mini 粉色拼红色的 嗯 这个颜色我厚不住 然后一些From Gamma的包 你看这个小盒子 其实拿出来卖的人挺多的 这边好像比较主张寄卖 寄卖他们会在给你的价格上稍微加一点卖 然后寄卖他们也不用压货 所以对双方来说都比较合适吧 哦对我的饭和包 是一个粉色的 店主说这位女生拿了就是被迫配了一个 拿到又不太喜欢这个颜色 想而想去还是把它拿出来卖了 是个大好的我觉得有点大 哦对对对对 这里有一支比较特别的 叫什么GH好像 它又是特别在走白线 是这种深蓝色 有点像海军蓝的颜色走的白线 但是这个材质呢有点特别 它有点像这种草席的感觉 所以不是非常平滑 但是这个材质的GH 我是第一次看见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的 诶 它这个小圆包都还比较可爱的感觉吗 是吗 它们带很多小朋友背的包 其实 哦对对对 小朋友的Gucci蛮可爱的 那时候被杨蜜带火的嘛 诶 可是这条都没有 对 可是这条都没有 对 可是这长服各种嘛 这长服从肩带对吧 它有肩带啦 那我说那手铃带的感觉一直都很脆弱的 脆弱的 很脆弱的 诶 这还蛮实用的那种感觉 哦 这面背前面 诶 这只小包蛮可爱的 这写多少啊 13,800 我觉得应该不要的 大概几千块会差不多 这可以可以 这个太年轻了 我不行 反正这边比较吸引我的款式 其实我很早就关注过这个包了 但是刚刚我上升了一下 发现我当时呢 在日本的中国网站上看见这只包 它的腰带就是很特别 就是这样子的 诶 嘻嘻的 我就不知道这个腰带背出来是什么效果 让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包是不到一万块钱 应该 我没有具体问 因为我在日本的网站上看 基本上都是一千美金左右 它怎么用呢 就是这一大截 那现在人家包我也不敢打得太死 就大概意思一下哦 我觉得这只包比较好看的背饭呢 就是这样子当一个小胸包背 但是就是它背后那个绳子 太让我犹豫了 就是靠打结来固定这根肩带 我犹豫的点就是 黄包我太多了 那个蓝的我不太喜欢 所以就没有买 但是我觉得这个款式还蛮时髦的 就不要把它当腰包背哦 腰包就是公交出售票员的感觉 要当这种小胸包背就很时髦了 然后它这边还有这只包 我叫不出名字哦 这只包曾经有过双拼的 但是这只是单的 单的比双拼年份更早 有过双拼的 它是在这儿有一个长得差不多 但是扣子是另外一个扣法的包 双子星 大概就五六年前吧 可能出过 这只包比较低调的一款爱马仕 但是尺寸不是很小哦 这个 那其他的爱马仕 我就觉得比较一般咯 这领底很大的 大概有三十楼 我觉得这只迪奥其实蛮好看的哦 它是牛仔布 还有个口袋 对的 这只迪奥蛮好看的 看看它写多少钱 一万八 估计大概就一万出头可能 又是牛仔布又是牛仔布 我来背一下 牛仔布又是牛仔布 对对对 可是那个野色楼领了 哦 好大一只 但是它这个设计蛮好看的 我觉得要拎着比较好看 就要我肩背就不行了 对吧 拎着蛮好看的 它这一边侧面应该还能扩张一点 对前面皮带扩挑一下 诶 这只还蛮帅的 男生背应该不错哦 诶 这只不错不错 这个是现在古代的老板 嗯 对的 是的 现在的Book tote的 有可能是原始版 诶 我就喜欢它这个牛仔裤带带 而且关键是牛仔就比达了 哦 对对对 应该就是牛仔裤 对对 可是牛仔裤 皮股觉得都是似的 一屎的就一屎的 一屎的就一屎的就很困难了 对 这肯定要把牛仔裤的洗的呀 对吧 嗯 从中的牛仔裤的样子 牛仔裤好哭 牛仔裤好哭 说我小一点呢 你那么大干嘛 牛仔裤 就是可能爱女儿 哦 我刚刚跟这波女儿 被比较好哭的啦 那我上海该逛的中古店 应该比较有名的几家都逛了吧 小花没逛到 因为它搬了地方 我也不知道搬哪了 然后干达商行也没逛到 所以差不多 我觉得逛下来还是蛮有趣的 其实上海中古店 现在款式一点不比日本少 前面店主跟我聊了说 他们很多款都是那种 日本拍卖行拍来的 而且不是非常大的一些竞牌 因为如果是很大的竞牌呢 价格会不那么友好 日本的拍卖 本来就是个人进不去的 一般都是店铺和商家 才可以入场参加的一些拍卖 现在国内的中古市场 发展越来越好了 可以淘的东西还蛮多的 特别是像许套专柜 你买不到的一些款 都可以跑来这一些 二手店来看一看 价格上也会比较友好一点 我觉得会比那种 代购卖出来的新包 可能稍微好一点吧 我之前有问过 那个鱼子酱大迷你带把手的 他说可能会比专柜 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但是在美国呢 那个4000多美金的包 代购基本上都要卖到 7000多美金 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如果想要性价比高一点 或者淘那些特别的中古款 大家真的可以来上海中古店逛逛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很值得 那我上海中古店探店 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 唉 达到回复美国了好美金哦 拜拜